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知道任嘉伦最近在横店拍摄一部电视剧《暮色新约》 所以都没有很多时间出来跟粉丝们互动 当然 这是正确的选择 毕竟一个人只有一颗心 只能证明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拍戏 不过另一边的粉丝可是受不了这样的常态 一个礼拜没有看到更新就已经觉得非常饿了 工作室前两天稍微的露了一个面 不过也只是两张略显敷衍的照片而已 而且这个照片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了 正在粉丝默认急迫地等待更新的时候 好消息就来了 就在这个三月份任嘉伦将官宣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是意大利的一个高奢品牌 3月3号不仅要品牌官宣 而且还要直播 真是一个惊喜的好消息 而且在这之前还要跟玉兰游再进行直播 跟玉兰游的直播是我个人超级期待的 因为每一次这个直播间的氛围都特别好 任嘉伦跟直播间的那个小哥哥应该已经非常熟了 这一次应该也能够配合得很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3月3号之前还有一场直播 就是玉兰游的直播 除了这两场直播之外 在月底24号和28号还分别有两场直播 不过这两场直播具体是什么品牌就不知道了 除了直播之外 任嘉伦将会在中旬的时候参加两场品牌活动 又可以见到真人了 看来这个月份真的不是一般的繁忙 横店失踪人口已经出门很久了 现在终于要回归了 大家自然是非常期待 不知道另外一边的与君出相识 会不会在这个3月份播出 不过我真的好期待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 只能用三个感叹号了 没有任嘉伦的动态真的会十分无聊 前两天溜到微博 看到了一个抄子跳起来的动图 看来在片场拍的还挺开心的 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吃胖一些呢